到達鳳山區 山多一路在接近澄清路口的时候 该部黑色自小科车 会被困在车阵当中 那我们同仁下车 特令驾驶停车 下车受简 但是该部自小科车的驾驶 没有停车 反而还倒车 先是冲撞了后面的一部计程车 撞了计程车之后 又继续想要往前 该部车子还是趁机让它逃走 那在逃逸的过程当中 造成我们紧用机车 还有现场有三部 机车的骑士也受到波及 被它撞倒